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教換生 那我現在在香港教育學院念書 那這一次看到香港有這樣的佔中遊行 還有罷課的活動是因為我們台灣剛剛經過台南花學院 那今天為什麼香港人會這麼多人出來佔領中環 然後還持續這麼多天 那台灣卻...台灣知道消息的人卻很少 那我希望說台灣的朋友可以更多加關注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不管是台灣還是香港都面臨了相同的社會狀況和經濟狀況 那所以呢...我想不管這一次他們爭取普選 有沒有成功的達到他們想要的目的 我都希望說這件事情大家可以共同關注 那就算沒有達到的話 我想這一次的戰鬥事件可以在香港人民心中留下很大的反思跟影響 那我也希望台灣人能夠更關注這些事件 謝謝大家